我是莱娜,今年刚满27岁,目前任职于某广告公司,三个月前刚刚升迁小小主管,迈入27以后,我真正意识到自己的肤矿,回不去了。 自从进入的理想的广告业以后,我一直都把每一天都当作此生的最后一天在工作,自主加班加班再加班。 当我回过神时,超时工作造成的问题通通反映在我的眼睛状况,身体机能甚至是女人最在意的,脸上,大家所说的憔悴,就是我这个样子。 这张照片是前阵子比稿最惨烈的状态,只能用惨烈两个字来形容,因为这样我花在医美上面的钱真的是不计其数。 身边很多在美妆保养品公司的同学都叫我去帮他们拍摄被俘雷的照片,但是我只想要告诉大家,真正让我好转的产品是谁。 介绍一下我一个月前其实是25岁过后的状况,肤色非常不均匀,只要一晒太阳就一块一块黑的,感觉呕的毛孔粗大,还有很多不定时会冒出来的坏东西因为经常加班又不想保养的关系,越来越暗审面。 淋雨两年男友感情危机,再贵的保养品,用了大概两周后就会没什么效果我的肌肤比较薄,只要天气变化太剧烈就会出问题,自从出社会后这个情况是更加的严重。 美美的护士告诉我这需要加强保湿,所以我砸了超多我的薪水在专柜顶级保养品上,但是都没有明显的改善。 上个月,我去参加婊子的婚礼,因为婊子长期住在日本的关系,很久没有见面了,记忆都停留在她那时候拼死拼活学日文要跟超帅的日本男友沟通的时候。 结果,在新娘准备是一见到婊子,心为天人,她也变太漂亮了吧,或,哎你也太美了吧,新娘就是不一样。 姐,我现在素颜一,其实我,你,现在素颜。 我真的是喝到倒退好几步你以前不是一个大烂脸吗? 壁旁的化妆师接话说,你姐的皮肤超好的,稀乎看不到毛孔又很吃妆,很少画到皮肤这么好的新娘子,我都想请她当我的模特了。 姐,你现在皮肤才烂吧你怎么回事啊?我感觉你的肤色很不均匀毛孔也很粗。 你知道日本现在很流行的减法保养吗?只用一瓶保养品就好了,我,但是我脸上有很多问题,当然要用很多瓶啊,姐,绝对不是这样,皮肤状况糟,你更要减少你的保养程序。 一问之下才知道婊子是用了日本非常流行的,奥尔因奥尼保养品梅迪普拉斯凝露于是我上网开始爬纹,发现许多人都跟我一样有相同的困扰,结果我发现最近梅迪普拉斯推出了新版,适用于不想要油腻感,希望用清爽的方式保湿毛孔困扰的人像我一样经常熬夜造成暗沉。 细色差再贵的保养品都会在约两周后失效开始学习减法保养的人听说改版后的每月丝凝露更好用了,在台日已经热销突破1000万瓶日本全国多间美容中心都采用的保养品高达97%的满意度内含66种美容成分而且算一下一个月只要590元就可以了,对比起我的那些专柜保养实在划算,没想太多就下手了。 为了我的面子,事事无妨,一开始很不习惯,洗脸后只要一瓶使用第一次后,我坚信我会继续使用下去。 哈文一下发现,必须先把它放在手上稍微搓揉后涂抹上脸,不止不会有些些产生,还能充分温热让肌肤更好吸收。 露下涂我就照住这个使用方法,实际使用看看波浪符使用第一天设计是挤压的瓶子,不用用手去挖,完全不会弄合剩下的凝露或者是让剩下的凝露接触到空气,非常的卫生。 我习惯洗澡的时候顺便卸妆跟洗脸,所以在洗完澡后我就使用了梅迪普拉斯,挤出来的感觉很像水凝动,但是比水凝动再浓稠一点点,大概是因为美容成分够多吧。 令我意外的是,刚刚抹上脸没有太多按摩,虚然就被肌肤吸收了,感觉整个脸是非常保湿,而且居然还很透亮,这是我久违的苹果肌,不只是肌肤清爽,虚然完全没有不适问题发生。 隔天早上起床后毛孔整个缩小很多,原本有点状况的地方都淡化了许多耶,肌肤感觉非常的透亮而且保湿波浪符我相信我会继续使用下去了,使用三周后肌肤的光泽度提升了非常多,毛孔变得非常细致,之前脸上那些坏东西也都消失了。 同事们都问到底是做了什么,为什么肌肤状况比起之前好那么多,拿一种雷射,是小F瓶吧,听说它很神,你是最近被恋爱滋润的太超过,我笑住说,就只是多用了梅迪普拉斯而已,且换季也没有不适状况发生了,大概是因为加强保湿的关系,肌肤抵抗力变好了,变像大家所说的,毛孔变得很细致,皮肤自然变好了。 而且我后来有找到可以检查保养品成分的网站,当然也检查了一下美月丝,虽然效果出乎意料之外,但如果成分不OK我也会不放心,结果显示全成分都可以很放心使用。 只能说这瓶真的是我觉得用起来最安心,CP值最高,又最有效的保养品了波浪服前阵子跟姊妹出国,还被问说是不是去换PSD。 新客户们也纷纷称赞我说,要不是看我这么专业,单看外表以为我是社会新鲜人呢? 原来真的如大家所说的,应该要把保养程序尽量地减少才能降低负担让肌肤更健康。 而且因为洗完脸只需要一瓶的关系,减少了多重肌肤摩擦摩擦少了,那些小细纹也不易产生,也因为简单的程序就能够保湿的关系,能够有效的减少粉刺的生成。 有之前的经验,不管是使用什么保养品,大概两周就会没有什么效果,反而会长很多黑头。 现在我已经使用两个月了,西肤状况变得非常好,我只能说,谢谢梅迪普拉斯,推荐给所有跟我有一样困扰的女人们。 出了社会,绝对不要让自己越来越走下坡,女强人,就应该要比其他女人都更美丽。 如果你一直以来都用很贵的保养品,却发现很容易就失效了,毛孔粗大了好久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讨厌不卫生的保养品使用方式,请你一定要试试看梅迪普拉斯,美月斯得奖了,当下看到超怕以后容易缺货SD上个月去日本玩。 我很好奇美月斯的实体店面厂怎样到官网看了一下发现刚好在东京车站附近的百货公司离我超近。 日本的美月斯还有卖其他保养品和眼影矮,好期待其他商品也进来台湾波浪服。 总之我个人使用后真的对这个产品很有信心也实际看到皮肤的改变,超推大家一起试试看呵呵。 还有全部对这个改变的条例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